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拍攝Dance Cover的Behind the Scenes影片 那為什麼要做Behind the Scenes影片呢? 主要就是如果有缺點或是做不好的地方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創作盡量不要再重複發聲 那如果有優點或是做得很棒的地方 希望在未來的創作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那這次Dance Cover的完整版我會放在影片的上方或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支持一下 這次拍攝我是攝影、剪輯跟調光 所以我會把這三項所有的優缺點全部都列出來 那我們先從缺點開始 第一個缺點就是使用電子影像穩定器的時候 你除了三軸要自己手動去調整之外 你其實還要再深入進去你的App裡面做馬達的出力調整 那現在大部分的電子影像穩定器都有自動的校正、馬達出力的校正 那我覺得自動馬達出力的校正就大概是60分堪用的等級 那如果你要達到一個更好的境界 就是讓你的影像穩定器發揮到最大的功效的話 你要自己去手動去輸入你的數值會比較好 就是馬達出力的數值越高越好 但是你又不能讓它有奇怪的碎震 就是如果你出力太高它會開始有一點奇怪的震動 就像是我拍攝當天一樣 拍一拍忽然有奇怪的震動 那當天我又忘記帶我Ronin專門用的手機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App可以做調整 我只能用它的拇指控來做自動去校正 所以就只有60分的穩定效果 現在的解決方法就是把我每一支的手機 全部都安裝Ronin的調整軟體 這樣我只要拿起手機 我就有機會可以去調整我們的Ronin穩定器的出力 而不會讓它一直在那裡發瘋亂震動 第二個缺點就是沒有好好的走路 那穩定器在低角度的時候 很多很多的小碎震 拍起來效果不太好 那之後我一定要記得要認真的走路 才不會有那種奇怪的小碎震 那些都是可以避免掉的 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我們鏡位高低的分配有一點問題 就有的時候要高不高 要低又不低 卡在一個中間尷尬的位置 它有中心點畫面對稱的時候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螢幕沒有開那個中心十字之類的 尤其是舞蹈對稱的時候特別明顯 就整個是超級偏左邊或超級偏右邊 看起來就真的不太舒服 那之後我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要嘛就是開螢幕上面的十字 不然就是BMPCC裡面有內建 HDMI輸出也有一個十字的功能 反正就十字要打開才知道中心點到底在哪裡 用肉眼判斷其實有的時候是分辨不太出來的 那之前我講到左右track同一個物件 效果非常好要繼續保持 但是又發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來不及回到中心點 就可能我們track一直track然後來不及回到中心點 尤其又是那種對稱的隊伍特別明顯 那拍好跳舞影片你除了要學一下跳舞的部分 就好像在跟他們一起跳舞的感覺一起律動 那你的音樂也要學一下就讓你知道你在節拍的哪裡 還有整個音樂的起承轉合 你要怎麼推進推出 或者是你要做任何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讓一支跳舞影片好像又上了一個層級 第五個缺點就是剪輯中間的轉場效果 都有點卡卡的不太自然 那他們其實已經在事前都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我們到了現場我們才認真的討論 那其實就來不及耶 那流暢有轉場其實你現場的近位跟運鏡 都要想的非常非常清楚 而不是到了後製你才來拯救你的素材 對拍攝前的討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不可以忽略的一個步驟 它可以讓你的影片品質變更好 讓你的時間成本降到最低 第六個缺點就是我們右上角的LOGO大小太大了 而且邊緣也沒有留任何的空間 但是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人叫我把它放大之類的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就是不太舒服 把整體縮小一點 然後再離邊緣移開一點點 就是往裡面走一點點 畫面會更加和諧 這次調色我們走一個比較溫和的路線 就是我們的高光跟暗部沒有碰到頂端或底部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好像對比有點太低了 那如果把中間調的對比再增強一點點 應該會效果更好 那那個時候的調色可能還算是實驗階段 所以我們的膚色看起來都綠綠的 看起來好像吸血鬼一樣 就不太正常的膚色 所以我們現在調色的時候 我們都有深入去調整我們每一個人的膚色 雖然有人的膚色很難調 就特別白或是特別黑 它就會看起來特別可怕 但是我們都會深入去調整我們每一個人的膚色 才會達到完美的影像 而不會讓每一個人都看起來綠綠的 第八個缺點就是我們在調光的時候 背景如果有太多繽紛的顏色 或是太過飽和有點搶細的顏色 我們就可以用飽和度曲線 把那個飽和度拉掉 這樣會讓主體更加凸顯 而且背景也不會這麼搶細 那還有整部片的紅色我都覺得有點太過鮮豔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紅色沒有任何的層次 就整個都是紅色 就太濃了 我們現在都會用Vectorscope 然後確定我們每一個顏色 都還在我們的空間裡面 而不會破表 讓它變純紅 雖然那也是另外一種呈現方式 如果你想要純紅的感覺 但是我們像這種影片 我們想要呈現的是更多的層次 而不是純紅的效果 就要用Vectorscope去注意一下 我們的顏色有沒有破表之類的 最後一個缺點就是 我們沒有外接麥克風 來錄製我們片頭那一段講話的聲音 大家好我們是Barring 所以聲音跟背景的聲音 其實就混起來 就很吵雜的感覺 因為當時沒有兔龍 所以我沒有辦法 把任何麥克風塞到我的BMPCC 4K上面 那但是現在我已經有兩個兔龍 一個是YC Onion 一個是Small Rig的基頂頂板 那影片都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當時沒有辦法接外接麥克風 那就算了 我們可以後製解決 但是我根本沒有後製解決 像是我們現在就會有 Noise Reduction 就是音訊噪降 然後我們EQ也會拉一拉 那Gate 就是我現在研究新的東西 就是我沒有講話的時候 它會把那些噪音啊 它底噪或是其他嗡嗡嗡嗡的聲音 直接把它壓掉 變更小聲 然後講話的時候 它再起來變正常的音量 那個也超好用 但是我當時都沒有用 就變成一個直出的垃圾音訊 接下來我們到優點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有好的東西 我們就要繼續保持下去 那第一個優點呢 就是外接的螢幕 真的是非常好用 大家看回放的時候也都很開心 那當時我們是用一個球型雲台 那其實就已經很方便了 但是我們現在又買了Noga手臂 整個又更方便了 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我們使用BMPCC拍攝 讓我的整體效率高 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回放的時候 你像是Canon啊 或者是Sony 你要回放的時候 你要快轉前面那段垃圾片段的時候 真的很麻煩 不然就是你會過頭 或者是快轉 然後你看不到任何的畫面 那BMPCC你用螢幕 可以直接用滑的 快速 超快速 去找到你要播放的時間點 真的是非常方便 省下我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真的是超讚的 那我用BMPCC 大家都知道它是吃電怪獸 但是我還是使用我們的LPE6 小小電池 那為什麼呢 因為重量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也可以去買一個V掛電池 然後就讓整個東西變得很重 那你就不能像我這樣子 拿著一個穩定器 拿著一台相機拍攝一整天 你一定會累死 不然你就要去買更多的Easy Rig 或者是其他的支持 你手拿穩定器的裝置 就變成東西陣仗 都要變更大 所以LPE6還是有優點的 不是說LPE6都是職障 或是怎樣 第四個優點就是我們 鏡位高低有不同的變化 真的是效果非常好 可以呈現不同的氛圍 尤其是搭配人跟鏡頭之間的距離 來做調整 真的是效果超棒 就是我們用鏡頭語言來帶整體的氛圍 第五個優點呢 就是我們在使用電子影像穩定器的時候 我們要保持一定的XY軸 那需要移動的時候 我們也保持XY軸流暢的移動 而不會忽左忽右忽高忽低 注意XY軸是使用電子影像穩定器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你想要拍的自然 你就要注意XY軸 電子影像穩定器最怕的就是在XY軸中震動與晃動 所以很多導演或是攝影師 還是很喜歡用這種機械影像穩定器 就是它可以在空間中流暢的飄來飄去 那如果你對這種東西有興趣的話 我之前有做一個開箱影片 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但是電子跟機械影像穩定器 它們各有不同的優勢 所以你在不同的拍攝場景 你會帶不同的工具來使用 而不是你買一個工具 你就可以打遍天下的 第六個優點就是我們利用縮光圈來調整曝光 就變成我們大排天大概在F10左右 那我們最後一顆太陽下山那一顆 可能差不多在F5左右 那我們都使用廣角鏡頭 那我們焦就肯定都有對到 就不會有對不到焦的問題 我也不用去追什麼焦 拍攝這麼多年如果用廣角鏡頭 然後戶外又沒有大柱可以幫你跟焦的話 我都會用 60到1公尺這個中間的對焦距離 就是定在那個距離我就不會碰它了 這樣很棒 就是如果你物體靠近你 它們其實也都有焦 那物體遠離你 它們就是它可能稍微沒有焦 但是它背景又更沒有焦 就是會有一個朦朧的感覺 那你也要注意你有沒有前景的部分 那當然你有辦法手動對焦 你還是要手動對焦 那你沒有辦法手動對焦的時候 60到1公尺是我找到最棒的對焦距離 超讚 第七個優點呢 就是我們最後有拍攝一個一鏡到底的部分 那我們一鏡到底呢 其實要經過很多次的練習 才可以流暢就是培養大家的默契啊 還有我們的運鏡跟鏡位跟機位 到底要怎麼搭配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這都要先經過練習啊 試走很多次 我們大概走了兩三次吧 確定每一個環節都正確的話 我們再去執行 這樣效率會更高 省下更多時間 而且你省下你的體力 你就不用拿著一個很重的影響穩定器在那裡 跟著它們跑 然後又NGNGNG 先試走 確定再去拍攝 省下非常多時間 來到最後一個優點啦 就是我們有好好保護我們自己的手腕 那這個是3M的護腕 我真的覺得非常推薦 就是它的支撐性啊 還有它的舒服程度 是最棒的 我已經買過各種不同的手腕 護腕 那這個3M護腕是最棒的 那你在拍攝整天下來 其實你手腕是非常累的 因為你不小心在動一下 或是不正當的施力的話 它就很容易扭到 有這個護腕 你就可以減少手腕受傷的機率 你也可以有更多時間拍片 而不會發生我手腕受傷 我不能拍片的問題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Dance Cover Behind the Scenes分享影片 那訂閱我的影片 還可以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Behind the Scenes的分享影片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